金道上那个落后的身影 紧紧追在队伍的末尾 他想超过前面的选手 但所有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看来是无缘奖牌了 所有人都很遗憾 但是突然一名选手失误 冲出了赛道 紧接着又两名选手摔倒 冲出赛道 就这样 原本落在最后一位的五大镜 戏剧性地获得了金牌 大家关注被幸运女神眷顾的五大镜的故事 1994年7月24日 因为一名健康的男孩的诞生 黑龙江加木斯市的一个工人家庭 洋溢着幸福欢乐的气氛 在大家的商议下 孩子的名字很快定了下来 五大镜 作为一个小男孩 五大镜的经历无疑是很旺盛的 和很多同龄人一样 他上蹿下跳 调皮捣蛋 令父母头疼不已 五大镜的童年 似乎就要这样在欢声笑语中度过 直到那个英姿萨爽的身影 强烈地冲击到他的灵魂 激发了小男孩终身的梦想 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那是2002年 盐湖城冬奥会 杨阳在女子500米短道塑滑项目上夺冠 这是20余年来中国获得的 第一枚冬奥会金牌 一时间举国沸腾 杨阳的名字顿时家喻呼啸 小小的五大镜也被这个狠撒的姐姐震撼 他随即决定自己要学滑冰 那一年他十岁 加木斯是东北的一个小城 这里虽然有很多人滑冰 但大家都在野外滑 根本找不到一个专业的室内冰厂 没有室内冰厂 那就在室外滑 五大镜在没有任何保护设施的野冰厂 顶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 艰难地学习着滑冰 作为菜鸟 摔跤是常态 第一次滑冰 就在冰上摔了107次 摔倒了就站起来 站起来还会再摔倒 那就再站起来 周而复始 他好像不会喊疼 不会落泪 他只是吞下所有苦和泪 坚持下来 或许年幼的他还没有认识到 自己身上有着一种了不起的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 支撑着五大镜继续在冰道上滑下去 五大镜的父母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他们感受到了孩子对滑冰的热爱 既然孩子喜欢 那就支持他滑下去 他们起早贪黑 不分昼夜地干活 拼着古镜头 要给孩子挣钱买冰刀 训练 要知道冰刀 刀架 鞋子 有时再加上训练费用 加在一起 对一般家庭而言 并不是一笔小数目 好在五大镜很懂事 知道父母不容易 更加刻苦地训练 一开始 五大镜在加穆斯业余队训练 后来 他得到机会到哈尔滨参加集训 哈尔滨有室内冰场 但是 室内冰场要优先供当地队伍使用 外地的队伍只能在冰场闲置时才能用 五大镜为了上冰 每天凌晨四点便起床前往冰场训练 即便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 也没有击垮五大镜对滑冰的热爱 在每次训练后 他总是兴奋不已 不停述说着自己内心的激动 那时的他 无时无刻不再憧憬着 有朝一日自己也可以在室内冰场尽情的话 2007年 江苏省队的教练朱学松 来到黑龙江交流学习 他的目光很快就被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吸引了 他发现这个年轻人的动作很娴熟 并主动向他抛出橄榄枝 邀请他加入江苏队 当然江苏队的实力很强 五大镜在那里无疑会有更大的成长 会给他的运动生涯带来无可比拟的益处 但是此时的五大镜年仅13岁 13岁的孩子 离家数千里 孤身在外 其中心酸困苦 不一而足 可是五大镜还是坚定地前往了那个陌生的城市 离开的时候 他怕父母伤心 坚持不让他们送 看着儿子离开的身影 夫妻二人不禁煽然泪下 来到江苏的五大镜发现 这里的队员实力都很强 自己在这里竟然是吊车尾 他大受打击 却没有因此消沉 相反 他的斗志像火一样被点燃 他拼了命地训练 只为在队内排名靠前点 五大镜的天赋不算突出 甚至是很平庸 但是他就是有着不怕苦的坚韧精神 既然天赋不如人 那么就笨鸟先飞 别人练一个小时 我就练三个小时 很快 他就从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族 成长为一副二的汉将 然而 命运又给他开了一个玩笑 2009年 五大镜带了两年的江苏队解散 他只得再次回到东北 成为了吉林省冬季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的运动员 或许对五大镜而言 这不过是自己训练过程中不值一提的小坎坷 他仍然在冰道上吃场 2010年 他获得了全国短道速滑的银牌 这是这个岌岌无名的男孩第一次崭露头角 此后不久他就进入了国家队 刚开始进入国家队 他的实力完全不够看 只能算是二线队员 甚至只能给女队当陪练 更别提参加世界级别的比赛了 五大镜看着其他队员出征的身影 内心难免落寞 他下定决心要闯出个名堂 站在世界的赛场上 抱着这种决心 五大镜拼出了命来训练 实力也随之快速增强 2011年9月 五大镜加入国家队不到一年 就在全国短道速滑联赛 长春战男子5000米接力决赛中 代表吉林省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夺得金牌 五大镜也就此迈进 中国滑冰的第一梯队 然而 在2012年12月的短道速滑 世界杯上海战男子5000米接力比赛中 五大镜出现失误摔倒 导致中国队无缘奖牌 又一次打击 他究竟该何去何从 但五大镜表示自己还要坚持梦想 不拼不是五大镜 2013年 五大镜再次站到世界杯的赛场上 在男子500米中夺得亚军 10月又在世界杯韩国战上获得亚军 2014年2月 在索契冬奥会上 获得了男子500米的亚军 男子5000米接力的击军 2014年3月 在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 男子500米决赛中 五大镜击败了 登顶冠军 11月 世界杯蒙特利尔战 他再次获得冠军 2015年3月试锦赛 五大镜成功实现威冕 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2014年 短道速化世界杯韩国战男子1000米决赛 杀到最后的四强军事劲敌 五大镜在比赛前期明显落了下风 几次试图超越军告无效 然而 对手的集体失误导致局势瞬间逆转 似乎是幸运使五大镜走向成功 事实绝非如此 是五大镜自己成就了自己 他熬过来自己的至暗时刻 挺过了无数艰难坎坷 属于大镜的时代已经来临 这是一条汗水与泪水铺就的光辉大道 2018年平昌冬奥会 五大镜赛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裁判明显针对中国队 处罚的半数都给了中国队 面对赛场的黑暗 五大镜没有意气用事 他用最有力的方式 狠狠地给了肖小之徒 一记响亮的耳光 他以王者之姿打破世界纪录 强势夺得冠军 五大镜获得过多次劳动模范称号 这是对五大镜努力的认可 他曾直言自己的脚很丑 因为长期高强度的训练 已经使他的脚严重变形 五大镜从来就不是天赋型选手 但是 他身上就是有一股肯拼命的精神 正如青年演说家刘元元所言 有志者 是竞成 破釜沉舟 百二情观中属楚 苦心人 天不负 卧心尝胆 三千月甲可吞武 也许命运什么都没有安排 那又何必屈从于命运 一切都在自己手中把握 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鼓励将会使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 进出更好视频的名义 为我怎么做出更好视频的 我们试图的